如果您本身是属于就是 你想要用来分享用的 分享用的那当然用刚刚那个就不太适合 那主要是拿来当做你个人的空间用的 好那如果你要分享的其实 事实上外面有很多 像Zerofax算是比较 在你比较常听到他有一些那个 就是大家网路上在讨论的 那么其实中华电信 什么都有做 只是什么都没有太多的名声而已 各位知道中华电信也有做网拍 但是你有听过吗 没有嘛 所以我们平常以前我们如果在上网拍的那个课程的话 中华电信是最好的练习跳板 因为他算是 他的那个网站 拍卖的架构就是最早期的那种Yahoo跟那个露天的那种拍卖模式 而且他没有收费 可以在上面玩假交易 对不对我们现在露天跟那个 那个 雅虎的 雅虎上架就要钱 露天交易就要钱 对不对 那 您看他也有个人 事实上您入测了这个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这个 SWEET大家有印象吗 他有一个部落者 这个官方 说要叫做SWEET Honey那个 SWEET 这样念 他这个是这样念的 那他本身呢 事实上您注册之后也有一个Email 也有部落格 也有影音 还有什么 还有像这个 网站空间 网站空间 就是那个硬碟空间 好那所以事实上他的服务也很多 个人员只是他其中一种服务而已 那么他的空间有多大 如果你注册一般标准的应该是2G 2G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跟 跟别人分享资料 除非那个资料你想要永久的在上面 如果只是临时性的 其实用这个还不错 因为2G还够用嘛 对不对 你很早早上会有一次超过2G的 对不对 好那 我们就来看一看 您进入之后呢 进到这边之后 您可以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这个 呃 连到中华间 你没有注册的话 他就是2G 那么 你进来之后他有一个 会员登录 他怎么看不到会员登录 所以他的网站 对 IE以外的资源不好 好那 没关系我这边先登录一下 大部分我现在去的网站 大部分都会选择就是 跟 IE以外的浏览器 比较好的 比较会去 因为 毕竟您 能够不同的浏览器会比较方便 好那你进来之后你看他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所谓的 网路硬碟 这是非同步的 你也可以做同步 比如说我有某些资料夹 我在办公室用的 那我回家之后我想要怎么样 同步 那么他有那个软体 你可以装不起来 好他云端的软体那所以在你电脑里面 你只要放到那个资料夹这个跟Drawbust有点类似的 Drawbust是5G他是2G 那你进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做 同步的动作 那其实选 选这个 HINET有一个好处是因为 台湾的 电信网路 都是HINET的比较多 所以他在速度上稳定度上相对会比较高 比你去那个Drawbust来说 因为Drawbust其实我自己有用过 我发现说其实同步的速度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 那所以你用这个方式你可以看 那你如果上传 像这样 那么如果你要分享怎么办 点到他这里有一个分享 你传上去这有分享连结 点进来 好那你只要把这个分享 扣下来就OK了 不过呢 如果你 别人在下载的时候 这是我们分享的方法 对不对 那别人在下载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 中华电信比较讨厌的是 他要经过两个步骤 第一个 第一个 一定要点广告 一定要点一下他的广告 那第二个 你要打一下验证码 这样才会下载 因为他也要真存 事实上你会慢慢发现说 没有白痴的伍丹 你看一些国外的一些 如果你从 角色比较长去网路上下载一些 不该下载的东西 我没有说老师 我从同学 开玩笑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网路上下载一些 比较算国外的那种 东西的话 他们分享的空间也都是你要怎样 不是要等 就是要怎样 会看广告吗 等的意思也是看广告 对不对 所以都一样他需要有 有那些钱可以烧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都让你用免费的 但很奇怪 好所以大致上这个是 各位呢你可以使用的一个云端的几个 比较常见的 作用 那我就把画面先传给各位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